花蓮市慈爱基金在售公庙以及企业伸出援手 日前由主寺王母娘娘的圣安公 以及标榜生产台湾豪敏的金峰和企业有限公司 各自捐款了100万元 溢住慈爱基金 希望能够在灾后帮助灾民尽快渡过难关 4月份强政过后 花蓮市公所陆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援助 其中主寺王母娘娘的圣安公 以及标榜生产台湾豪敏的金峰和企业有限公司 在日前也各自捐赠100万元 要溢住慈爱基金来帮助更多需要的灾民 灾后有很多灾民需要安置 最主要的还有一些灾后的互建工作要进行 所以要非常庞大的资金 有赖大家的共襄盛举 那花蓮山安公也希望说 要监住给花蓮县政府 以及灾情相对严重的事工所 以及吉安相公所 各100万 那么来当作灾后的互建资金 我们的董事长一直都是我们非常钦佩的 他是法国部调查局的属于其 那我们也感谢他能够这一次很快的 就决定伸出援手来赞助我们花蓮的灾民 我说这种政材的部分我们不会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公司 撑出援手让我们也能够在花蓮 在地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 然后回馈花蓮的乡情 如果真的还需要我们就再呈报 市长维嘉燕为了感谢来自全台各地的爱心 无私的为花蓮市民付出 也特别颁证了感谢壮 那我们会妥善运用扇款 那将我们的扇款发放到 每一个需要扇款的一个角落 那未来也希望说 如果要捐赠我们的一个扇款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跟我们社劳客来做一个联系 为嘉燕感谢金峰和企业对花蓮市民的爱心 也相信在盛安宫母娘的庇佑下 大家都能健康平安度过艰难时刻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一同加入扇行行列 来帮助灾民尽早恢复日常生活 记者许丽琴华联系报导